回头来关心,现在全球各国的主要央行都在实施负利率的政策 把钱存在银行不但没利息,还要缴保管费 因此在欧洲开始有民众换取大面额的纸钞囤积在家中 或者是出现资金流向艺术品,葡萄酒或是桂金属等等 就连彩钻也受到瞩目,让高端消费出现延伸到落实投资的趋势 一开春就有许多顶级的彩钻跟上亿元的裸实空运来谈 桌上铺满从矿区采来的罕见宝石 从歌写红宝和神明的蓝宝与总母绿 西藏罕见的彩宝胜利缤纷砸满一桌 今年首度搬到台湾,依照VVIP的喜好量身定做 这是罗马才有的Gin Table宝石定制服务 在罗马总部,当宝石从矿区运回 就是像这样分成在Gin Table上 让设计师围在桌边,毛利激荡 我们会去从世界的矿场中收藏 所以我们认为非常值得作为作品的宝石 包括贵重宝石和柳色宝石 我们会把宝石的部分放在蜡板上面 就做排列的组合 那我们认为这样的排列组合 都是我们喜欢的样子的时候 我们会想象它在客人身上的感觉 VVIP也会告诉我们是说 它可能就是说它想要一些 它想要的一个样式 当然符合资格的VVIP才能在桌子旁 将一颗颗单价千万甚至上亿的财宝 随意排列组合 也就是一年得买下超过两千万的猪猛 在台湾就有数百位 全球排名第一 看到台湾顶级课程 惊人消费实力的 还有以色列钻石声 依然侯沛岑手上的黄醉 重量高达71.9肉克拉 市值1.5亿元 人头近百件采醉 也偏然来台抢课 喜欢还是要自己稍微研究一下 然后真的喜欢 那我就会下手买 那彩砖是很迷远 然后它也有很特别的意义 所以我觉得就蛮难看 我其实一直都有在看黄砖 由于彩砖数量相对新手 以伊克拉为例 如果4万段的矿土 才能挖到一颗白砖 彩砖则要2500万顿才能找到 像这个主石是全世界难得一见的红砖 小小37分就要价上千万 完全符合浓缩货币的特性 体积小 价值高 让彩砖在打击囤积现金的负利率战争里 越来越受到投资市场的重视 加上今年2月 欧洲央行考虑费出大面额抽票 市场上形形色色的投资人 积极寻找其他替代品 包括艺术品 铭酒 贵金属 甚至钻石都成为资金流向的标的 我们可以看到黄金最近跟石油价格也往上涨 那钻石也很明显 不只是台湾的这个经济状况或政治状况 它事实上在全世界 我想每个国家都是有福利率 然后也有这些资金热钱流向的问题 这个顶级的珠宝 我们讲说高级的彩转 红软 蓝转 甚至各身面的蓝宝石 连练无超 各级红 类似这样的国际顶级的产品 它价格越来越高深 跑遍全世界30多个国家 探访超过50个矿区的拍卖官里成轮 每年都会前往矿区找若石 也发现最近抱着现金来看货的人 确实变多了 最近的最多的课程就是他直接说 我没有钱 那我们想要解决 那有没有好的投资商品 我不希望我可以赚多少钱 可是我不要这个因为他会点资 然后呢他会缩水 他希望我假设100万美金 那我投资去珠宝 过了三年到五年 所以不要变150万美金 160万美金 这样的客人很明显的变多了 在之前呢非常少 客人直接敲门进来说 哎我要有钱 去年呢我们十月到哥伦比亚 因为很多人买家 他希望买大颗漂亮的珠宝帝 所以我们到哥伦比亚矿去 是非常辛苦的 看到这个趋势 紧急珠宝品牌也将今年重点 从高端消费延伸至裸石投资 一开春就一口气空于18颗裸石 来到台湾抢课 其中就跟23克拉的客舍面蓝宝 要价2.3亿元最受瞩目 可以看出今年财宝持续与蓝绿领丰收 至于彩绿 依照颜色不同 价格也有差别 以浓度相弱的这种彩绿来讲 第一名的应该是蓝钻 那再来是粉红钻跟紫钻 粉红跟紫应该是差不多 那再来第三个就是橘色 那再来才是黄色 所以黄色入手价格会比较容易 那跟买房子有点像 就是说你买黄钻 它的流通性很强 就今天买你要脱手或者说要转卖 其实难度非常的低 因为它跟白钻一样 流通市场很大 可是粉红钻呢 因为它的单价比较高 就会有一些特定的人在买 那它的增值空间会比较高 专家特别提醒 由于财宝彩钻 要了解的细节更多 虽然负利率把资金 推向了寄望能保值的标的 确实会带动新一波涨幅 但想要增值 一定要花时间做功课 才能找到真正具体代性的避险资产